大马药商发马公司 期望国家药物管理局能在4月结束之前 完成审查并且批准该公司在本地冠装的科兴疫苗 发马公司董事经理拿督祖卡奈英表示 一旦当局审核过关 发马公司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全马供应20万剂科兴疫苗 祖卡奈英 今天出席斋戒月施赠贫劳活动后授寻时指出 只要国家药物管理局亮绿灯 发马公司预料可以从5月中起 用一个月的时间冠装200万剂科兴疫苗 根据合约 中国科兴公司将给发马提供 1400万剂半成品疫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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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周到大人了 正面连 Living 东西